在台东的飞南山下,地加基的两边,过去因为受到山洪的冲击,留下大片的荒地。 台湾中部土地开发处,就利用这块荒地,开发成为有用的粮田。 第一步,就是在计划好的地段,先做好一道很坚固的积房,然后在积房里面,开出一方一方的农田,清除掉石头,再搬来好的泥土。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,在这一天公顷的农田上,种了甘蔗,卤粉,花生,玉米,而且生长的心情都非常良好。